三个榴莲要价一千令吉在网路掀起风波 当主和市主各有说辞 到底谁对谁错呢 开车节临近路上交通也异常繁忙 近四天就发生了超过7000宗车祸 到美国旅游的朋友要注意了 美国当局公布了申请签证的新条规 究竟是什么条规呢 更多国内外新闻一起留守今晚6月2号的百隔大事迹 晚上好我是李宁 配合开载节来临 警方展开了安全行动15 行动开跑第四天 全国就已经发生了7012宗车祸 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750宗车祸 一共造成了69人死亡 另外警方开出的交通罚单 目前已经累计超过96000张 根据全国交通调查及执行部的数据显示 车祸率最高的周数依然是雪兰额 截至昨天为止总共发生了2154宗车祸 造成11人死亡 另外截至昨天全国一共发生了158宗破门刑窃案 但是昨天雪州就发生了13起报窃案 成为各州的榜首 食货的人都知道猫伤王和黑刺是顶级的榴莲品种 那么最贵一公斤可以卖多少钱呢 最近就一名网友在脸书贴文表示 自己在槟城中路的一摊榴莲档 吃了三个不是很大的榴莲 却要将近1000令吉 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事后有关档主秦亚青出面澄清 他售卖的每个品种榴莲都有标明价钱 例如目前黑刺每公斤是60到95令吉 而事发当天 女士组的男性友人开口说 要是最大颗使人份的榴莲 对方吃的两个黑刺分别是4.2和3.9公斤重 而一个猫伤王则是3.4公斤 一共是936令吉 最后付钱的是该名男子 其料女士组却事后在脸书如此发文 因此档主希望女士组能够在一周内出面理清 还他们清白 否则将会发律师信给对方 根据百格追查 女士组脸书最新回应指 自己只吃了两公斤多的榴莲 更指摊主说的4.2公斤是在胡说 此事也惊动 宾州贸销局今天下午便派员到榴莲档了解情况 并要求档主在本月18号以前提供各种收据 以及榴莲来源等文件 办理美国签证十分繁琐 是众所皆知的 如今办理美国签证又多了一项新条规 那就是需要填上在过去五年所使用的社交媒体 以及其账户名称 美联社报道 过去只有那些被确定需要额外审查的申请人 才需要申报除了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以外的社交媒体资料 美国国务院这项新条规是为了加强审查 以及确认申请人的身份 这项新条规适用于所有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 包括到美国经商或升学的学生 只有某些外交和官方签证可以豁免 最后有娱乐消息 香港影星谢贤的36岁女儿谢婷婷近年来甚少露面 早前盛传她已经在外国秘密产子 她今天便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载一张 抓住婴儿小手的照片 宣布已经当了妈妈 更留言透露女儿已经出事100天 然而谢婷婷并未透露女儿的爸爸是谁 对此谢贤回复记者时承认已经容身外公 并表示自己很开心 但还未见过外孙女 而谢婷婷的旧爱安智杰也大方的为她送上祝福 至于哥哥谢霆锋则透过经理人表示不回应 今晚的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